女士们 先生们 飞机已经着陆 还将滑行一段距离 请您继续留在座位上 并系好安全带 哈喽大家好 那乔丽先生呢 已经从这间房车厂回到了南充 这期视频呢 我们就来说一下我后期的一些想法 加上大家在评论区的一些提问吧 先从北京40说起吧 就很多人会说 我卖这款车 是因为它的油耗高和各种小问题多 其实不是的 北京这款车呢 在整部的关注下 我这辆车现在被调试的已经算是最完美的一款车了 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长期在路上还是希望能有一个最舒适的出行方式 房车至少它空间比较大 之前我说是为了贝贝打算换房车 当然很多也是为了我自己的身体健康而考虑的 因为床车它毕竟空间比较小 你长期待着 时间久了会让人压抑的 房车至少它能站直 贝贝活动空间比较大 那换车呢 其实房车我之前并没有了解过 因为北京四年我是打算晚两年然后再换车的 这都是临时起义啊 换车买狗都是临时起义 我这两天呢 了解了一下 其实了解的也并不多 就是不够嫌细 因为它里面的东西我觉得还蛮多的 在评论器也有很多朋友就是建议我 我投车了 你可以直接上拖挂 那拖挂的问题我考虑的就是 如果我遇到窄路 就只有一条道 我需要到处去或者无头路 我平时跑的有些坑坑洼洼的山路 如果我要到处去的话 我的技术能不能过关 我上次试驾了一下房车 就是房车停停车位 应该都蛮困难 如果是我开个拖挂 我能不能把它停进车位 这是个很头疼的问题 女司机的接触你们懂的 因为我没有实践过 所以我不确定 你买了就是这么大几万 十几万 甚至更高的价格 很多东西呢 就得去考虑 因为我最开始我出发 想选择一款性价比最高 最为舒适的方式去出行 所以拖挂呢 就不想去折腾 因为到时候我怕气得我崩溃大哭 停不进去啊 或者掉不了头的时候 也有很多朋友建议B型房车 其实B型房车呢 在最初的时候 我是有考虑的 我觉得它的大小合适 我跟贝贝也完全够用 但这次去房车厂 我了解到的一个问题就是 B型房车它的隔热防寒能力 好像都不是特别好 这点我不是特别了解 那还是就是想 就是说以最好的出行方式吧 C型房车 如果我最后选择了C型房车的话 我是想给它加一个摩托车 然后再配个背包 就是因为它比较大嘛 很多路肯定去不了 那如果说去不了的路 我就可以用摩托车去出行 或者说车都过不了的 我可以背着我的背包 去野外住三几天 但它想象很美好啊 暂时都是想象 能不能完美的完成这些想法呢 都还是未知 房车它不像床车这样 我之前买北京BG40的时候 我的目标很明确 我就是要有越野功能的 然后价格在那个区间 但房车的话 我因为从来没有了解 我就懵了 然后再看评论区 我就更懵了 我现在一个头 其实两个大 我也想去其他房车厂 再多看看 多了解一下B型房车 和C型房车 在评论区有很多人说 我是去做广告啊 怎么怎么样的 不是 完全不是 我就是去看车了 因为之前老板他有一直邀请我 我就是想多去看看 然后了解房车的一些知识 你要去现场看 学习 然后才能知道 但我发现 其实你去现场看也没用 好多东西 房车它跟床车不一样 就是房车你一定要去实践了过后 可能你才能够了解 它哪些东西是怎么用 要如何让它更完善 我本来是也有聊过赞助这一块 但是赞助的条款确实会蛮多的 先把车卖掉吧 当然如果有哪家房车厂 愿意赞助我开两三个月 我当然是最乐意了 因为有很多性能啊 就是说方方面面的 你必须要自己去实操过后才会了解 从视频上看 我可能转头就会弯掉 因为你看到那些东西 他们所说的 我完全不懂啊 上手操作我才能记住 反正我是这样的 但如果没有赞助的条件 能不能对我提低一点点 不要太高 太高我怕我完成了 如果是找不到赞助呢 我就决定先去二手车市场 买来开两三个月 再决定自己改啊 或者怎么弄啊 什么怎么样的 没办法了 谁让我是小白呢 其实这两天真的搞得我挺头疼的 挺头疼的 我到底要怎么样 我是谁 我在哪 床到桥头自然指 好吧 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在说些什么了 反正房子这件事呢 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对我来说 还蛮有压力的 嗯 后期然后再多学一下 我也希望到时候能够去其他厂家 然后再看看 多了解一些房子知识 再说吧 这两天过了 先把车卖了 大家如果有什么好的意见 就是关于房车的都可以告诉我 这两天评论呢 我是全部有看 因为我想从中学到更多的东西 好吧 那先就这样了 拜拜